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L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就是自动想要多亲近你 五个人见人爱的人际互动提醒 今天要聊聊关说 哪怕你就是自认是个好人 然后你带人街舞啊,彬彬有礼,应对有方 但是在人际关系上面呢 其实有时候就是会不小心踩到一些地雷 这些隐藏的地雷呢,就会不小心被误触 千万不要掉入那种不懂得看别人眼色的 不是像有人角色啦,千万要留意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来分享一间在台南的小吃店 一样就是你也知道我是观光客 所以这间小吃店呢也是非常有名 然后观光客必吃 在地人呢,我就不知道了 它名字叫做台南林家白糖柜 然后这间就是位于国华街 基本上如果你是观光客第一次去台南 有去国华街就是一定会吃 而这间店呢,从1960年开业至今已经六十几个年头了 那你如果在国华街搜寻国华街小吃或是国华街美食 它就是一定会名列前面几名 店家卖的品项很单纯就是三种 有那个番薯碰 白糖柜 然后还有芋头饼 就是三种 然后它一份是三个你可以任选 那本身我个人是推荐他们家的白糖柜 如果你第一次去吃的话 但如果你想要就是不同口味都想吃到的话 那三种就可以就是都点起来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整选一种的话 我就觉得白糖柜真的跟你在台北吃到不一样 它的这个白糖柜外面那个果皮呢 你知道其他夜市可能也会吃到类似的东西 但是其他夜市吃的时候 你就觉得它那个果的那个外皮就是有点硬硬的 有时候刮你的上额 但这间软到一个不可思议 里面又Q又软 那个牙齿咬下去 你就觉得说整个牙齿被陷进去那个糯米里面 那外面那一层就是脆脆的 但是又不至于到刮你的那舌头 刮你的上额 就是一种天堂的滋味 这一款又不会太死甜 就是即便是你吃个两个 也会觉得还行 就不会觉得说太腻这样 那这间叫做零家白糖柜 它的营业时间呢 是早上的11点半到晚上的7点 那如果你要买的话 可能要注意他周三是公休的 那不要扑空了 好啦那相关的资讯呢 我放在IG 其实你应该的限动24小时 也有拍成影片 大家可以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 好啦回到今天的主题 就是想让人自动想跟你多接近一点 就是人见人爱的人际互动提醒 第一点就是呢 你的抱怨讨拍 其实是要计算人情成本的 就是哪怕你跟这个人交情再好 任何一个朋友 不管他是你的知己 知友 死党 还是一般的同事 每个人你对他就是抱怨 甚至你找他讨拍的次数 还有时间 都是有扣打的 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抱怨 比方说啊你最近就是有情商也好 工作遇到一些磨难 或是你就觉得同事很机车 公司的待遇很差 你想要大肆的发泄情绪跟抱怨之前 你可能要稍微去 第一点先去弄清楚 你们交情到哪里 如果你们交情很深厚 那你就会讲一些比较内心的东西 讲一些比较私密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们只是一般朋友 你可能连抱怨都不该抱怨的 那更不用讲 哪怕是很好的朋友 你抱怨的次数 真的是也不要太多次 你要就是不要你分手 或者你有情商工作的磨难 生活的一些遭遇很不顺遂 想要抱怨 你知道最多紧绷三次 就已经是极限了 同一件事情 你讲到第三次 人家就有点觉得说有完没完 你抱怨一次 我觉得是基本 每个人都是有一次的扣打 你跟这个朋友A抱怨完之后 就抱怨一次 那下次你还有那个想要抱怨的心态 你可能就要忍下来 不要再去找同一个人 抱怨同一件事情 尤其是 如果你们是那种交情延伸的人 就是如果你跟这个人 就是没有这么的熟识的状态之下 就不要就是找他抱团取暖 否则你们两个的那个对方 可能认定你就是一般的朋友 但你可能把对方当成是你的好朋友的这个范畴里面 两个不对等 他就觉得他有压力 觉得说我听到这个 很像我不该知道 我不想知道 所以就第一点 你的抱怨讨拍 其实要去估算一下人情成本 接下来第二点关系说 就是自动想跟你多亲近一点 人见人爱的人际互动提醒呢 就是 帮他三次 你才可以请求协助一次 你如果想要掌握人际关系的那个美感 还有那个分寸呢 其实大范畴来说 就是一段友谊 想要维系的长久 你就要明了 你真的是平常就要多多的处置你的人脉存款 不是人脉存折 是存款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多去帮别人 你要去帮别人 就是当他有困难的时候 你去给他一点协助 偶尔就是释出一件善意 这样子当你真的有急难 或是有些问题的时候 你去请求别人协助 别人才会因为这个人情存款来帮助你 所以当你就是有一个 有事请求对方 或是你今天有个想要咨询对方 可是这可能会 就是需要耗费他一点时间 或是需要动用到他的专业 这时候你可能就要去奠定一下 你跟他之间的这个人情存款 你是否足够 请掌握 你至少要帮对方三次 才去就是接受对方一次帮助 或是请求对方协助 这样子的互动才不会沦于弱人口实 或是你知道麻烦别人 人家会觉得说 我跟你有这么熟吗 你之前都没有就是跟我有互动 你怎么会突然就是杀出来 就是问我这个问题 或是来请我协助这样 就是人家会觉得说 我跟你没有熟视到那个地位 而且就是可能你平常也没有什么交集 可是当你有帮过他三次 可能是小忙 那你下次再请求他一件事情的话 这个情况之前 他可能会比较乐于帮助你 也至少不一定 他真的一定会帮你 可是至少你在开这个口的时候 你不会嘴软 你知道的 这是第二点 接下来第三点关于说 就是想让人多亲近你 五个人见人爱的人际互动呢 就是三 请保持好友谊社交距离 不预举 交情呢 其实有分亲疏远近的 你认为你跟他是所谓的 换铁死党知己 自由 但是不代表对方把你当成 同样的你知道 你在同个圈圈里面 说不定你把他当成是 人生前三名的好朋友 但是他只把你放到 人生 maybe前十名的好朋友 那这样的圈子大小 跟那个疏远程度就不太一样了 那任何的友谊关系呢 就即便再要好 就是也要保持所谓的社交距离 你再跟他就是比较淡淡的交往 也是要稍微 偶尔要释出一点善意 偶尔要去打个招呼 要有一点互动 所谓的保持好社交距离呢 不是说就是一定要远远的 偶尔是太远也不行 所以不能够预举 也不能够太疏远 请一定要记得要交心 不要耍心机 永远记得留一点别人的隐私跟空间 这样子再相处起来才不会觉得倍感压力 或者是你太疏远 人家会觉得说 我就被你忽视啊 你一年可能都不会跟我打招呼 然后突然出现又来跟我问候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可能有求于我 他就会觉得有压力 所以就第三点 保持好友谊的社交距离 不预举也不疏远 接下来第四点关说 就是想要自动多接近一点 人见人爱的人际互动提醒呢 就是四 别人对你好呢 请你要感谢 而且时时的回报 良好的人际互动关系呢 就是要掌握有来有往这个大原则 别人对你有恩 你平常呢 有机会就要赶快的回馈 又要永全以报 无论别人当初 可能他帮你只是一种举手指导 就是顺便 或者他只是刚好看到 就是看你在忙 那就顺便帮你做一点事情 或者是他真的是费心费力又费钱 你就是花钱啊 那来协助你 永远不管这个恩惠大小 你要放在心头惦记着 因为那是别人多做的 你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别人帮你 真的是 它是出自于一个好意 或出自于多做的 不是说别人一定要帮你 哪怕你之前有帮过他无数次 他也没有那个义务 一定要帮你 这是一个你要去记得的一件事 而这就是第四点 如果人家对你好 你一定要怀抱感谢 而且时时的回报 加第五点关系说 就是想自动的跟你多亲近一点 人见人爱的人际互动提醒呢 就是五 对话的时候呢 要看眼睛 然后认真专注于倾听 讲话呢 请要记得看着对方的眼睛 这是最基本 但是很多人就是做不到 当就有些人可能就是有社交恐惧症 你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你眼睛就是没有办法盯着他的眼睛看 你就会看旁边 然后看地上 或是看什么周遭旁边的人事物 但是就是不看对方 即便你自己是 就是你自己明了 说你不是说不喜欢这个人 也不是说不想跟他聊天 你就是社交恐惧症 有那个对视恐惧 但你就是要强迫自己 眼睛哪怕你就不敢跟他对眼 但请你看眉毛 看眉心 这样子对方看到你看他的样子 即便你不是看他眼睛 你就要看他额头也好 看他眉毛也好 他也会觉得说 哦你有在听他讲话 专注于对方 就是你这个对话的另一方 少说多听 不要单方面永远只是想要就是告诉他 你想分享的故事 你想抱怨的事情 多把话题的焦点跟重心 留一点就spotlight给对方 这样人家在跟你聊天的时候 才会觉得他有被重视 他才会觉得说跟你聊天的时候 诶是有趣的 因为你的你知道说话的话语权 你有把麦克风递给他 让他讲 不是单纯你就自己 滔滔不绝地讲了老板天 那他都没有任何的发言 那这样就不是个互动 那只是你个人的演讲 所以呢 一个会让人家人见人爱的 人际关系互动呢 就是要懂得 把你的对话的重心跟焦点 话题留给对方 而这就是第五点 好了今天就简单地分享五点 关于说别人就是自动的想要多亲近你一点的小秘诀 五个人见人爱的人际互动提醒 在此提供给你做参考 那如果觉得这一集蛮实用的话呢 不妨推荐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听起来 好了那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呢 在资讯栏外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加我IG 其实你应该资讯跟我联系 最后关于说 如果是用Spotify 或是用Apple Podcast 刷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你的看法 你的疑难杂症 我都去看哦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下次见哦